1費2費3 還有關鍵字 身體平衡 這樣好多了 這樣好多了 這是抽牌 然後這也是增加牌的方法 來啊 炸彈戰 更多犀牛 這樣我等一下應該打掉一張犀牛 蠻有可能的 角度 他完全沒有打任何手下 咳 下輪我有可能靠E傷 在他那邊 他塞了四顆炸彈在裡面 C 老實在他打手下 他大概就有意思 問題是他會打手下嗎 拜託你打一個手下 呵呵呵 犀牛烈 出現 很好贏 我們現在可以用狂野怒火再加工 那會易傷到臨傷 呵呵呵 敢連列 他會關鍵 他會有狂野 所以看起來是打開了龍巫島跟爆炸 有點打不大音 不過兩張廢料射擊 感覺這好難用 這真的很難用 現在最好的狀況是打開老龍 我猜應該是爆炸或五島 廢料射好難用 廢料超爛 誰是打開牢籠 有可能是授群戰術 踏板狙擊 打開 這一定有打開牢籠 踏板跟打開牢籠 踏板是用法術才會觸發 打開牢籠是剩下兩個手架才會觸發 十一 我應該贏了 吸牛 其實用英雄一加五槍就夠了 哇 這算是一個蠻好的騎手 可是可能打不贏薩滿 呵呵呵 一費二三 還有關鍵字 真底平衡 打一閃笑 直接廢料吧 應該先解元素的 看不出來他是元素還是魚還是圖騰還是什麼鬼 可能還是圖騰 機率最高 可能還是進化 呵呵呵 這不是進化 我應該先打猛獸出沒了嗎 我應該先打猛獸出沒了嗎 我應該先打個招 他就會再攻擊一次然後打更多傷害 阿是死啊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阿好像死啊 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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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個果然實況主Dexter超過來的 完全沒有改任何一張牌 大概也是這副的極限啦 就幾乎是這副的極限 可能還是有一些些牌可以換 就比如說 鮮眠氣味可能只要帶一張什麼之類的 不過這副其實沒有很強 主要是來證明一個概念吧 BUFF手上的野獸 這件事情並沒有到非常強 不過也沒有大家想的那麼弱 就現在其實有蠻多牌 會跟HANDBUFF這件事情做COMBO的啦 不過基本上這副打薩瑪 應該是超級難受 因為很難處理那些小圖騰 還有進化也很難處理啦 如果薩瑪少一點 或許還有機會 不過打控制身為一個中速 其實沒有很強的中速 其實也是有點看進牌啦 那今天影片就帶到這邊 希望大家喜歡 之後再見吧 掰掰 給我出去 好 好 好